联邦财政部长Joe Oliver 今天在多伦多发表他上任之后的 第一次公开演讲 部长表示在政府明年平衡预算之后 会首先减轻国民的税务负担 而商界也期待新财长可以出台 更多对企业有利的具体政策 记者杨洁的报道 Joe Oliver在长达20多分钟的演讲中表示 作为加拿大财长 他的首要任务仍然是创造工作机会 促进经济增长 而联邦政府在明年下半年 一如预期达到财政平衡时 将首先考虑国民和普通家庭的利益 实行减税 不过如何支出明年预计出现的 60亿元的财政盈余 财长表示目前还没有具体的细节 面对数百名银行 金融 商业界人士 新任财长还强调了政府经济发展计划的几项重点 包括保持较低税率 以创造稳定积极的商业环境 通过培训以及海外临时劳工项目改善就业 利用自由贸易协定开拓出口贸易 把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推向多元市场 投资科研创新领域以及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这是Joe Oliver在上个月19号接替Jim Flaherty之后的 第一次大型公开演讲 除了减税的承诺 以及再次强调联邦政府的经济发展计划之外 他还表示已经和各省的财政厅长 以及银行金融界的代表会面 并准备前往全国来倾听国民的声音 对于这位拥有丰富金融贸易经验的新财长 商界也期待他能在实施具体政策上 考虑到各行业的需求 阿米news记者杨洁的报道